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一个空间想法以2001年9月11日和1993年2月26日世贸中心被破坏 和成天三万人生命所产生的失落及缺席的感觉产生了共鸣 两个含有凹陷池的大空洞区域周边有树水池位移双子塔的脚印 每个池周边有连续的水流 大空洞 开放 可见 提醒的切息 评审选择获缴设计的声明是这样说的 照应切息充分展现纪念地令人生味 又绝对必要的要求 强大但简单的双塔脚印清晰 照应切息使得破坏留下的空隙 成为我们失落的主要标志 这座纪念物的核心是他所纪念的实际事情 将我们以世贸塔罗的破坏联系起来 更重要的是 当天失去的所有生命 虽然脚印仍然是空的 但是周围的广场设计已经发展为美丽的树林 传统的生命和重生的肯定 上升的近三千名男女和儿童的名字 刻在双纪念池周围的青铜雾栏之上 名字的展示是纪念地的核心 排列方式反映了往生者生前社会网络的关系 纪念地分为三部分 一 纪念广场拥有绿色树林 纵纳纪念地火车站和其他设施 进入博物馆位移街道以下 七十英尺深处 二 选择的树木 种植的树木来自911受影响的区域 包括宾系法尼亚州和马利兰州附近的地点 第三 永细的设计想法 有灌溉系统 移水回收系统 虫害管理系统的 永续选立社广场 另外 2018 年秋季开始 在广场上有一个纪念林地建筑工程 这是为了纪念救援者 及下层社区的幸存者 房屋时间一定在2019年5月30日 可以说九一纪念地是三个主体建筑构成 一 两个方形水池瀑布 二 一个主体建在地下的博物馆 三 烦绕着层勤树木的广场 博物馆的主要路口 由国际性的史诺赫塔设计事务所设计 地下展馆展示由DPP设计公司设计 展示由纽约Think设计公司负责 从2009年开始 这个公司与纽约各媒体合作 他们整理了很多资料 希望博物馆讲述那些前所未有的日子的故事 这里将展示设计作为正在进行的故事之一部分 为新的章节留出空间 因为911当天的意义还在不断的发展中 如何创建一个建政社区时 为参观者提供一个空间 让他们能够同情他人的观点 并反思我们的全球社区 博物馆从展示中创造新的自进传统 独特的保护技术 让观众沉浸在无数的 荣誉和纪念故事之中 更多博物馆记忆过程的工作内容 我们将以下一集继续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